那就一选 我们实际上现在可以说 一选 小七 一选 小七 小七 真的C OK 那这样的话 古德猫宁 首先拿下了小七 真的C 选完孤影 寒寒 花卷 小胖四位队长后 接下来开始选选手环节 古德猫宁军团 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小七 随后陆续选择了妹妹北北 抱欣欣等人 上次老王杯选人里 有一位女生云书 这次也出现了一位女生困困 最终被选到了无情铁手军团 来到竞价环节第一轮盲拍 真是节目效果拉满 选人池里包括清训和老将 第一轮出嫁就显得十分尴尬 德华出嫁三十 也是引来百万土机的疯狂吐槽 指责他太过抠门 哇 那边有一家两百 好 别着急 我先听我讲 各位军团长 没有到拍卖环节 我们盲拍 这是盲拍环节 这个环节我需要各位同时 把你们的分数写好 我说三二一 各位一起翻转 好吗 由于是第一轮 大家没有第一时间举起牌子 随后又重新报了价 德华在三十的基础上 又加了二十 完美的把抠门 演绎到了淋漓尽致 书不知每一步都在计算之中 正因为省钱 后面才能拍到自己想要的盗仔 届时可以安排他和小胖同一队 选好了人员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节奏问题 毕竟老二和小七 这两人都被选到了古德猫尼 还有刚打完官司的琴九 和致命换蛋也被选到了热血小队 其实这一点应该不用过多担心 因为整个团队选手加上队长 一共有二十个人 会分为四支战队 每支队伍会有两名职业 加上两个主播 再加一个清训 位置分配好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每个军团基本都有明星选手 光看纸面实力 很难分辨出熟强熟弱 具体还要看后面的分组情况 训练赛为期一周 从十三号到二十号 由于里面有不少是年度总决赛的成员 有些队伍肯定是没办法训练的 正赛从二十一号到二十六号 最终的线下总决赛 十一月三十号到十二月一号